经美中科技站升温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通知美国商务部 指出有人可能透过台积电 替中国科技大厂华为生产AI晶片 企图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 台积电也马上发表声明 表示公司从2020年9月中旬开始 就不再向华为出货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日前通报美国商务部 指出有人可能透过台积电 替中国科技大厂华为生产AI晶片 企图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 Tech Insights拆解华为升腾910B的晶片系统后 发现其中出现了台积电的晶片 台积电因此主动通知美国商务部 随后也发表声明 表示作为一间守法的公司 一项致力于遵循所有可以适用的法规 而这其中也包括出口管制法规 为了遵循法规要求 从2020年9月中旬开始 就不再向华为出货 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情形 会迅速采取行动 并主动与客户跟主管机构沟通 针对此事已经主动跟美国商务部沟通 目前还没有消息指出 公司成为调查对象 美国近年来祭出一系列的出口管制 防止中国企业获得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目前美国商务部正在积极调查 是否有任何违规行为 也让美中科技战再度升温 确定自编译 是否有任何违规行为 是否有任何违规行为